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父 求我父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领受全能者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我父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上帝 求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儿女获得释放 得到自由 我父 求我父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在这世上懂得支配和管理 我们相信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相信在这一整天 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 上帝使我们越来越好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孙 使我们的儿孙在这世上做光和盐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 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那么在座的各位 今天我们出了门 在现实生活中 在现实生活中有千奇百态的一种面临的状态 如同战场一般吧 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 我是做生意的 我是做买卖的 无论做什么事情 就如同战场一般吧 那么在这世上有运动会 那运动会 参加运动会也是一种小战场 得胜的人有奖赏 那在以前 在真实的战场里呢 输的一方可能就是死 那活的人才是得胜的才能得 就活着吧 那么上帝告诉我们 上帝使我们得胜 那么动物之间也有 也有征战 那么狮子呢 狮子不需要跟谁征战 动物一看见狮子都会跑 都会躲 狮子不需要做什么就能 就能赢 上帝告诉我们 一人如同像狮子一样 就一人始终是能赢的 那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我们教会曾经有个信徒 这个信徒的丈夫呢 逼迫这个女信徒 结果这个丈夫呢 有一次洗脸的时候 差一点就被这个洗脸盆里的水窒息丧命了 结果他的妻子就把他推开 就把他丈夫就得救了 他的丈夫身体特别的健壮 那么大冬天的 他说要用热水洗脸 结果洗脸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突然呼吸不了了 那他是开 大车的 开货车 那么他怎么就突然就不能呼吸了呢 那么有一次参加一个复兴会的时候 朴牧师见过一个先生 他是逼迫教会的 但他在那个村子里 力气是最大的 但是朴牧师给他按手祷告了之后呢 那位先生就平躺在地上 就想站起来也站不起来 结果他告白说 朴牧师一直把我压倒 一直把我摁住在地上 但是当场谁都看见了 朴牧师并没有碰他 只是他自己趴在地上 想起来都起不来 那那力气是从哪来的 到底是谁把他按倒在地上呢 我朴牧师没有碰过他呀 当场人都也看见了 当场人所有的人也都做见证 上帝是让我们要得胜 上帝是让我们得大赏赐的 让我们获胜 让我们赢 我们找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要获胜 都要得胜 那么有些人呢 这件事情还没有经历 心里就给自己定下结论 哎呦 对方比我学历高 我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 这事情都没有经历 就已经给自己定下结论了 上帝让我们得胜 是靠上帝才能获胜 成为义人就能得胜了 像狮子一样 狮子往那一站 动物谁都怕它 义人 义人就像狮子一样 是能得胜 是处处能获胜 能赢的 这是多么宝贵的允许啊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这一句经文 就帮助我们能治理一切了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这说明我们太容易就丢弃勇敢的心了 所以上帝在提醒我们 别丢弃勇敢的心呀 只要有了勇敢的心 必得大赏赐 狮子 没有人敢跟狮子 对抗吧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不经历一些事情 总是给自己下定 下定结论呢 就没有这勇敢的心 真言二十三条七节 我内心存什么样的心 上帝给我成全的 我内心存着勇敢的心 哎我今天一定能得胜 这时候我就能得胜啊 勇敢的心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 但是我们太容易就丢弃这勇敢的心了 那到底什么是勇敢的心呢 我们找一下真言二十八章一节 一人有勇敢的心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为的是做一人啊 而我们太容易就丢掉这四阶段悔改 太容易就不做四阶段悔改了 结果就输给自己 败给自己 因为总是丢掉这个勇敢的心啊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能有这勇敢的心啊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啊 我们都希望儿女能得胜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心里什么样子 我的一切都会降到儿女身上 所以我做父母的 我多悔改 我多认罪 我多悔改 祷告上帝 这时候把好的留给儿女啊 这时候儿女自然就能得胜了 那么儿女领受祝福了 儿女好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有晚年的福气啊 这是多么好的祝福呢 有勇敢的心就能得大赏赐 在这世上我们都希望领奖 有奖状我们都喜欢 但是在警察局给我奖状 大家可能会排斥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懂得支配和管理 治理这一切呀 上帝告诉我们只要悔改 只要悔改 悔改的时候就能像狮子一样 胆壮像狮子 有了光 黑暗就离开了 只要我们向上帝认识悔改 祷告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勇敢的心 所以无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做什么 我们都要投靠这上帝的话语啊 真言二十八章一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阿们 只有一人胆壮像狮子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识悔改的时候 因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做一人 只有一人 是胆壮像狮子的 上帝赐予我们这勇敢的心啊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今天出门 我可能需要遇见很多的客户啊 我要做一件事情 那么 这件事情 如果我做好了 就是得胜的 我们都要得胜啊 但好多时候呢 就碰钉子 处处碰钉子 而大家知道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这是多么好的允许啊 千万别丢弃勇敢的心啊 所以遇到困难了 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多做四季断悔改 只做四季断悔改吧 这时候 胆壮像狮子 我内心总是有焦虑 我内心总是不安 我内心总是有一些着急的心思的话 说明 面对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彻底的悔改 所以 彻底的认罪悔改 知道内心是平安的 知道内心是安稳的 因为上帝是最大的 上帝是战胜所有一切的 上帝赐予我勇敢的心 大家知道 在韩国有个动物园 就是狮子和老虎放在一起 那么在其他国家 没有说把狮子和老虎放在一起的 那老虎呢 老虎喜欢在树林里呆着 老虎喜欢在阴森的树林里呆着 那么狮子呢 喜欢在矿阔的地方呆着 但是老虎呢 老虎也怕狮子呀 老虎也不敢跟狮子对抗 只要我们成了义人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使我获得这勇敢的心 胆壮像狮子啊 义人胆壮像狮子的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义人的祝福啊 所以每天我们应该怎么生活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忧愁啊 我的工作该怎么办啊 我家的儿女 这前途该怎么办 不需要担心忧愁 做父母的 只要真切的悔改 领受这义人的祝福 获得这勇敢的心 处处能战胜 处处能赢的话 那这好的祝福 直接就留到儿女身上了 真切的志愿大家 领受这义人的祝福 获得胜利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消息呢 不足的朋友 我平牧师 默想圣经话语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喜乐 喜乐无穷啊 都没有心思睡觉啊 所以 给我们立下的应许 正是让我们领受这义人的祝福 支配和治理这世上的一切啊 那么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些段悔改 这时候领受一人的祝福 这时候领受一人的祝福 胆壮像狮子啊 这时候领受一人的祝福 那平牧师的房间是不允许打扫的 因为这圣经的话语一张一张记录下来了 都是铺在地上的 那一整理了 就变成一本书一样 那瓢目是重新再找 就特别的困难 所以就不让别人打扫卫生 在这凌晨是谁帮助我呢 是上帝帮助我呀 使徒行传20章21节 我们向上帝悔改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呀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悔改呢 为的是让我们做义人 领受这庞大的祝福 有勇敢的心 胆壮像狮子 比如说 哎呦 今天上班我不想去呀 我不想去上班的时候分明 那单位里我有排斥的人 有不喜欢的人 有别扭的人 比如说我不想上学了 那分明是我不想学习 就是这件事情 我还没能够治理和支配得透 所以呢 就躲避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胆壮像狮子呢 狮子不需要排斥任何的事物啊 去哪都有美美的大窗 处处都是得胜的 所以无论去哪都是喜乐的 那我们的小孩子有时候 哎呀 我不想上学 我不想去哪儿哪儿哪儿 这时候别光顾着先骂孩子 为这个孩子悔改 为这个孩子祷告 替孩子认罪悔改 这时候上帝给这个孩子 勇敢的心 安抚他的心灵 使他能治理一切 支配一切 就比如说这孩子在外面碰钉子了 被人欺负了 被人咬了一口 那就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 就久而久之就变成懦弱的 或者是失败的 而上帝是让我们做得胜的人 真切的志愿大家每一天获得胜利啊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有反反复复的事情 每一天每天都会面临不同的事情 那无论面临什么样的事情 都能够甘心的 欢欢心心的 喜乐的战胜一切 而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心里总有一想躲避的地方 那地方我不想去 因为那边有 我讨厌的一个人 那地方我不想去 因为那边有一个跟我特别 不和的一个人 结果年过五十六十七十了 好多地方都不能去 就只能在原地上 那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做艺人 所以处处都失败了 处处碰钉子了 处处被受伤害了 就不想再 就不想再去了 就不想再去了 就对什么都是失 失望和失落的态度 上帝是让我们做艺人 让我们做艺人 胆装像狮子 只要悔改了 就能做艺人 悔改了 就能获得这勇敢的心 真切的决大家 获得这胜利呀 我们没有失败的 我们没有失败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吧 获得勇敢的心吧 获得勇敢的心 获得勇敢的心 我们胆壮像狮子 我们和身边的人 再次问候一下 胆壮像狮子 胆壮像狮子 我们要胆壮像狮子 狮子不需要跟谁 争执 狮子往那一站 就已经能得胜了 那么 狮子什么都不做 母狮子到处去捕食 然后呢 给那个公狮子吃 什么都不做的人 就是做大事的人 什么都不做的人 已经是得胜的人 是的 如果细 hired 那么 那么不需要供狮子亲自出马 母狮子先出去 可以捕猎也可以捕食 那么供狮子呢 就是守住它的那个地盘就可以了 艺人胆壮像狮子 狮子从来不跟谁争执 也不跟谁争战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遇到很多的困惑 无论遇到什么的困惑 只要彻底的悔改 我们就能获得这勇敢的心 胆壮像狮子 成了一人是领受大赏赐的 勇敢的心领受大赏赐 今天遇到困难了吗 分明是因为没悔改 我遇到困难了 好多事情今天又碰钉子了 分明我没有悔改 只要能悔改我就能得胜 只要能悔改 我们就能领受这祝福 胆壮像狮子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做义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勇敢的心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这一定是能行的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祝福 每天每天都获得胜利 我们呼喊阿门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上帝赐予我们勇敢的心 我们和身边的人再次问候一下 得到这大赏赐吧 得到的这大赏赐 领受这大赏赐吧 这是多么好的祝福啊 无论我们家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 在工作上 在事业单位里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那都是上帝给我的声音 是让我得大赏赐呢 那么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事情的时候 彻底地认罪悔改 直到内心有平安 那么彻底地认罪悔改 直到内心有平安的时候 上帝给我感动 上帝引导我的路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非常非常难解决的事情的时候 彻底地认罪悔改 做世界段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保护我 上帝赐予我大的赏赐 上帝绝没有谎言的 上帝引导我 上帝引导我 只会让我走向得永生好的道路 赐福于我的儿女 负责我的儿女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在这世上 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困惑 而上帝是帮助我的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让我们 因主耶稣基督 做一人 一人 获得这勇敢的心 能够得胜 我父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千万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世界段悔改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允许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父 求我父赐予我们平安的心 求我父赐予我们勇敢的心 使我们 只一心一爱上帝 只要靠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这允许 使我们领受这大的赏赐 我们相信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听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